今天这个视频我们会介绍Pasca Principle 那我们这边进入Pasca Principle之前呢 我们要有前面3.1到3.3的知识点 也就是关于压强的概念 那这边比较特别用到的是液体内的压强的概念 所以关于液体内的压强 你的知识点是什么的话 或者是概念强的话 你可以回去加强 然后再看回这边Pasca Principle 那Pasca Principle在我们生活中常看到吗 其实生活中里面很常看到Pasca Principle的应用的 那我们这边会给你几个example 或者是你看到这些现象 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 它是用什么原理或者是定律来操作的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挖土机 那挖土机的话是怎样让它操作的 也就是我在控制机器室里面 然后操控另一端 我只是需要操控我的摇杆 那我就可以把它驾驭出来 那这边的话 如果你有去过Payphone的校庆的话 我们在理科班的校庆布置里面 有一几届的理科生有做这种的装置 那它理解了Pasca Principle过后 那它自己设计出来像挖土机样子的操作 那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怎样让牙膏挤出来 我们刷牙是每天进行的事情嘛 那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有Pasca定律的概念在里面的 我们怎样挤牙这个牙膏过来 然后跟Pasca有什么关系 然后接下去的话 我们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在Pasca Principle一定谈到的 就是我们的Hydraulic Jack的一个使用方法 应用方法 我们怎么让一个人轻松的把一台汽车举起来 因为我们人出的力是有限的嘛 那我们的力怎样让这个跑车或汽车举起来 那如果你知道Pasca Principle讲了概念过后 那其实你也可以应用在生活中里面 那我们看一下需要什么概念呢 好所以我们在讲Pasca Principle之前 我们要知道液体压墙是怎样传送的 就是怎样去运作的 那我们看这边的话 你看我在挤压这个球的时候 小球的时候 我撕的力在某些方向的 也就是假设我撕的力是水平方向 那我挤压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到这个水球会上下都会被挤出来了 那这个的话是跟Pasca有关系的 我们在讲密闭空间里面 这个球是个密闭的空间 里面的液体没有漏出来 那我在撕力的过程中 我这个力就会transmit to all direction 好那我们看下去还要讲东西 好这个是我的操作过程 好所以这个第一个点 那我们在讲transmission of liquid pressure的时候 我们要有的概念是什么 当我们在撕力的时候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就是这个system或者是这个容器是要密闭的 然后我对它施加一个力 然后力在单位上 力在面积单位上的话 就是压墙嘛 所以when pressure is applied on the liquid it is transmitted throughout the liquid 所以我在撕压的话 我这个压墙是会transfer to四面八方的 我这个压墙如果撕的是100Pa 那我四面八方都会有100Pa的这个作用 这个压墙在承受着 那第二个点就是你要知道的是 我们的pressure是in all direction的 为什么是all direction是因为它是液体 那我们在液体跟气体压墙的教学里面 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压墙是四面八方的 所以在讨论passcar principle里面 我们要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句子 或者是概念 那第一句就是我撕的压墙 是transmit to all direction的 就是它transmit去整个liquid里面 然后第二个概念的话是它要四面八方运作的 好那我们就看什么是passcar principle 所以这边我们会介绍它的定律 那我们看它的定律讲什么 passcar principle讲的是我撕的压墙在enclosed的system里面 或者是enclosed的容器里面 所以你看我把它highlight 因为同学可能在解释passcar principle的时候 会忘记一个重要的词就是你的enclosed这个字 所以我们在讲我们的压墙在一个密闭的空间 密闭的容器里面 或者是密闭的system里面 那如果我在某一个点撕一个压墙 这个点的压墙是会传送去四面八方的 好那这边我们准备这个图啊 那如果我在fe左手边的位置撕压的话 那我的压墙就会transmit去四面八方 那当然它会往下去 为什么 因为往下去的话 它就会传送去另一边 那这边的话就会承受刚刚你在左边fe的压墙 那这个压墙就会把它推上去 所以这边是可以移动的 那我们这边的活塞就会把它举起来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活塞举起来 那如果这个整个容器啊是封闭的 那你在这个F1的位置一直不断的压下去的话 好你会有几个可能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你撕压到某个点过后 你就是撕力到某个点过后 你就不能再往下压了 不管你怎么使劲的压都好 你就是压不下去了 因为水里面也有压墙 它会抵消掉你施加的压墙 所以这两边的话 如果你没有办法大过它 你们就会保持equilibrium平衡 那如果你撕的过程中 某个点好 假设我们这边有一个孔 那这个孔的话 它的承受的force可以承受的压墙是比较小的 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压墙就会transmit去这个孔的位置 那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孔就会被击破掉 那我们整个液体就会从这个孔喷射出来 好这个也是pass card principle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一定要提的话是enclosed的 如果不enclosed的话 那我们这个pass card principle其实不能这样子解释的 所以第一个点一定要提到enclosed 然后第二个一定要讲它是transmitter uniformly 每一个点所承受的压墙是一样的 如果你这里施加100pass card的压墙 这个点有100pass card 这个点也是100pass card 这个点也会承受一个100pass card 那这个活塞这边也会承受一个100pass card 所以它是evenly的 你看它是evenly的 不管你的水深位置多高多低都好 这个压墙就会施加在每一个点上面 它就会一直叠加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定律 所以当你要去解释的话 那你就用这段文字去解释 那我们现在看了公式啊 那我们先看一下一些符号 这里有提到PE FE跟AE 还有PE F2跟A2 那是什么啊 好那PE P2的话我们讲pressure咯 然后PE F2的话就是你施加的力 FE 然后F2的话就是使出来的效果的力 然后AE A2的话就是我的area咯 那这边我们讲的是piston的area 那我们这边用piston的话 你看piston的形状是一个圆形嘛 那圆形的话我们就要用圆的面积公式 所以这里很多同学会中到那个陷阱啊 就会掉进陷阱里面 因为我们讲area通常就是长层宽嘛 那没有错 如果你的piston是四方的话你就用长层宽 但是我们通常piston是做成圆形的 那我们就用PiR平方来带入这个公式 这一点的话同学在解释的时候很常犯错 那么这边稍微提醒一下后面部分我们解体的时候看有没有遇到这种提醒 那我们再讨论那公式是什么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整理变成这个公式 Pi我们写成F1除A1 然后Pi我们写成F2除A2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写成Pasca Principle 就是F1除A1等于F2除A2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比值来的 它就是一个ratio来的 它只是一个比值 所以我们在参考书里面 SPM的参考书里面 你会看到它会介绍这个公式 除了讲它是Pasca Principle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它也是一个force multiplier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我在F1如果出一个10牛顿的力 我在F2的话 竟然可以举起1000牛顿的物体 所以我的力只有100牛顿 但是我的在另一端被放大了多少 被放大了10倍 所以我们讲这个Pasca Principle 也可以讲它是一个force multiplier 那我们把它公式整理一下 它的应用公式整理的话 我们得到这个公式 F2就会等于A2除A1的比咯 也就是这两个piston的面积比 乘以我刚刚施加的F1 100牛顿的力 那你就会发现到F2的值是被放大的 OK 那如果你要找F1的话 那F1一定是跟它相反的 到反做就可以了 也就是F2你可能施加100牛顿的力 然后F1只会出来10牛顿的力 所以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口诀 我们会把它记成 在Pasca Principle里面 small area,small pressure 或者是small force,small area 这个是一个概念来的 我们看到piston比较小的话 自然而然 这里的力跟压强的值 OK,sorry,应该是讲 这里的力的值是比较小的 那如果比较大piston的area的话 那这个值的力是比较大的 F2的力的值是比较大的 P2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讲Pasca Principle里面 我们的pressure transmitted是evenly的 OK 好,那我们在生活中有用到Pasca Principle 有什么啊 那我们这边的话 如果你有注意的话 很多车行里面 修车行里面都会有这个机器的 就是hydraulic lift 或者是hydraulic jack 什么啊 就是那些人怎样把一辆车举起来 因为你只有一个修车人员嘛 那这个人要怎样把你的车举起来 那这时候还要借用一个工具 或者仪器的 那这边就是hydraulic lift的概念 或者是jack 好,它是怎么做的啊 它是 好,它在 你会看到那个修车 它会把车停在某个甲板上 然后停着了过后 它就会按一个机器 然后这个机器就会把那个车举起来 哎,好像很轻松哦 这样重的车竟然可以很轻松的把它举起来 那其实它就是应用Pasca Principle的 那里面的液体通常都是油外的 都是油fluid这种东西 比较 它的摩擦系数或者是粘稠性比较低一点的 很少人用水的 都是用比较粘稠性比较低的液体装进去 然后下去的话 它就会在左手边 input一个force哦 然后就会在右手边把这个车举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很常看到的 在车行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怎样把车举起来 当然有manually的 就是一个机器可以拉动的 然后你推它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花点时间去看车行里面 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在操作这个机器 所以这个机器帮我们节省了很多工作了 因为我们只需要用很少的力 举起一个很重的物体 所以Pasca Principle帮了我们这边 那下去的话 有另一个就是车里面呢 我们讲这个brake brake system 我们看到我们开车 开了一半 如果看到有一个小狗冲出马路 我们会即刻的踩brake嘛 那这个brake是怎样操作呢 其实也是跟Pasca Principle关系的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OK好原理是 这边是我的brake啊 就是我们踩的地方 pedals 那这个是我们的brake的地方 然后这个东西踩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piston在那边 那这个piston你看哪里踩下去的话 那这边的话就会向前嘛 那这个向前的话 就会去挤里面的液体哦 我们这边讲有brake的flute 这个刹车的液体 可以刹车液体 所以这个pressure 你看刚刚私家的pressure 它就会转去四个轮胎上面的brake 的pedals那边或者是pad那边 然后这个pad的话 因为你在这个small piston这边 施加一个压强嘛 那这边的话你就会注意看 哎这个piston是比较大的 好这里的piston你看 这个就是我的piston 它的piston的面积area是比较大的 那根据paskar定例讲的东西的话 那我们的predal transmit去比较大的piston的话 那这时候我的力是会增加的 可以被增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brake锁起来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这边有个文字啊 你看我怎么把它操作啦 OK好那下面的话我们在link下面 videos下面我也是有准备一个animation show给你看怎样让brake system操作的 它比较详细一些 因为我这边是用口头上表述嘛 所以你可以看那个animation 那个brake是怎样操作的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概念呢 就是我们看很多电影里面 他们特工或者是间谍啊 或者是坏人啊 他们就会在车里面做手脚 动了一些手脚过后 主角男主角女主角就会开车 然后开了一半的时候踩不到brake 然后就翻车的这个情节嘛 那其实他做了什么东西啊 他其实就是把这个brake的这个地方 然后减了一个东西让里面的这个液体 就是breakflute里面 他把它流出来让这个液体流出来 为什么液体流完了过后 你不管怎么踩break都好 你的break的这个pad 那个disk啊是不会锁死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把它剪破了过后 他就不在pass卡principle里面了 因为pass卡principle里面有助免一个很重要的点 他一定是要enclose system的 所以你开了一个孔过后 这些液体都流完了过后 那不管你怎么踩都好 因为他已经不是enclosed了 我刚刚施加的这所有压墙 都会通过那个孔里面排出去了 所以这时候 我们的break就不会有操作 那我们就会踩不到break 然后就翻车的样子的情节 所以这个就是电影情节里面常演的啦 所以这边我们给同学知道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pass卡principle的课题就到这里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课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课题 感谢观看